在驾车翻越过海拔5300米的康庆拉山口后 我们来到了西藏一座极为特殊的寺院 达木寺 在这里有一面用人头骨砌成的墙 而砌成墙壁的原因着实引人深思 我们在还中国西部自驾 现在到达了纳曲市的比如县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达木寺了 天已经快黑了 不知道能不能见识 到达达木寺已经是下午 骷髅墙所在的天藏院也已经锁门 但是负责寺庙讲解的小哥 看我们专程赶来 还是决定带我们走进寺庙 了解这里的文化和故事 它是可以拍照的 进来了 这里边就是骷髅墙了 拍完了不能进这扇门 我也有点怕 拍完了的话 晚上的话就不能 太怕 如果太阳再下一点再暗一点 这还有一只 这也是乌鸦 乌鸦 那么我就大概 我是得讲解人 我大概得跟你讲解一下 麻烦您 达木寺是由文成公主 选址修建的达姆拉康护建而来 库罗墙天藏院在寺院的东侧 它是一道镶嵌着 三千多具人头骨的墙壁 这里的库罗墙 是藏区为数不多 天藏后保留头骨的地方 天藏是什么样的形式 这里为什么要保留头骨 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比如县 查取乡 达姆斯库鲁 库鲁墙 天藏院 这库鲁墙呢 不仅仅叫 库鲁墙 天藏院 还叫你看 那边不是有一户人家吗 对吧 这后面有个村 叫多寿卡村 也叫多寿卡天藏院 因为 这个院子和这个村子 比较近一点 所以把它叫做一个 多寿卡天藏院 这个院子呢 修建于1820年 是谁修建的呢 是第八社 达姆白马北杂修建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保留这些头骨呢 是这样的 有两种说法 第一的话是 第八社达姆白马北杂 地下的一个寺规 是他的寺规 第二来说呢 曾经在这个村子里有个人 非常非常的恶毒 什么样的坏事 他都能做得出来 然后快 他快要 临死的时候 特地醒悟了 要求天藏师把他的头骨留在这 为什么要留在这呢 以警示后人从善的意思 这个院子里整个有三千多个骨头 你若然看到的只有一千多 那么为什么又说是有三千多呢 是这样 这个后面还有一层的 总共加起来有三千多 好 那么你可以下来 从这边开始吧 假如说这是头骨 它是天力该取走的 它那个是天力该取走的 那么为什么要取走呢 有两种说法 第一 这个人在这期就很穷 没有地位之类的 所以天藏师把那个天力该取走 供给他的家人 家人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救这个呢 是这样的 里面加点水 加点米 表示于他在世期间没得到的东西 能够只做后代呢 慢慢得到的一些 第二来说呢 是天藏师拿走的 为啥要拿走呢 有些人的额头上头顶 有个非常不同的一些文笼或者文案 所以被天藏师拿走 用去做一些法器之类的 甚至当自己的丸 好 那么就看一下这边的 这些都是头发 并不是所有的头骨必须要留下 头发必须也要必须要留下 不是这个意思 是自缘而留下来的 年轻人的头发也有 老年人的头发也有 高见我们是生命是无常的 对吧 在世期间多做啥是一个意思啊 好 那么就看一下这边的 这边的话你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有些是有动的 有些是没动的 对吧 那么这个洞呢 是厚度来取走的 嗯 取走用去干嘛呢 是这样的 您听说过嘎巴拉佛舟吗 就是念经的那个 手上拿的这个念经的 我们藏区都有 用去做嘎巴拉佛舟的 这种佛舟 只有天大师高僧之类的 才能派在这东西 嗯 那么凡人不派在这东西 也不执意这这个东西 嗯 好 这两个不能踩 这两个灯盒不能踩 嗯 好 那么就看一下这个门 这个院子呢 是坐北朝南的 所以把它叫做一个南门 对南门 因为 辞职从这个门背进来的 而不是抬进来的 是一个人背进来的 所以咱们活人不能进这个门 好 你可以往下过来 跟我 那么就看一下这这头骨 对吧 这这头骨呢 是整个院子里年纪最小的一个头骨 哪个 仅有三岁 这个 嗯 仅有三岁 这个头骨是仅有三岁 那么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没有一岁两岁的 一岁两岁的 我们不举行天大宝 因为它们的体度非常小 一下来 都就有五十多六十多 嗯 有些头骨 刚强不到这个肉 有些头骨 就根本吃不到这个肉 所以进行水炸和涂炸的 好 那么就看一下这两个台子啊 这两个台子 这并不是一个井 很多人说这是井吗 不是井 这是 这两个台子是 人在这儿进行天造 完了之后 肉都被涂炸完之后 只剩下一些骨架的 对吧 骨架的 发到这两个台子上 好 小边的工具来砸碎 用这些工具来砸碎 砸碎完之后 用酥油和粘巴融合在一起 才喂吐酒 嗯 在喂吐酒过程当中 如果吐酒把这些东西 撤得越干净 说明这个人在身之前 非常不错的一个人 嗯 好 那么就看一下地上放的这些 都是近期的 嗯 十天前的也有 一月前的也有 两月前的也有 那么放到地上 先放在地上 晒干 风干之后 才放到上面去的 好 那么就看一下咱们 先下来看一下那个两个天葬台啊 这两个天葬台 好 那么就看一下 这是天葬台 这也是天葬台 也可以分成一个等级对吧 一个是下面 一个是上 那么是这样的 那么呢 这里呢 是正常死亡的 这里呢 是非正常死亡的 你可以坏掉了 把它讲成一个意外死亡也行 好 正常死亡呢 老死病死的 嗯 意外呢 打架 吃货 吸毒 遮杀之类的 嗯 那么意外死亡的 没资格到上面 敬喜天葬的 那么为什么呢 他在世期间 没珍惜好自己的生命 没尊重好自己的生命 所以没资格到上面 敬喜天葬的 好 那么就看一下中间这个石头 中间这个石头叫 鹅鸾蛇 这个石头 地上的 哦 这个石头 叫鹅鸾蛇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作用 嗯 东南下凉的作用 嗯 东南下凉的作用 有人说这下面有一些痰痴 还有一些经纹 还有一些佛教之类的 所以有了这么一个作用 好 那么就看一下这些腰带 是死者的腰带 我们人死了才会绑脖子 嗯 用绑脖子的 咱们活人不绑 不能绑脖子 对吧 这是一个不吉利的一个做法 所以说死了之后才绑脖子的 好 后面这个房子叫金社 嗯 金社 啊 然后人在这儿 敬喜天葬后 这些都是打 显开的移密状态 然后达姆斯的高色道里边 不断超度的念经 然后里面有很多个佛 让这些佛看到这死者 有个超度的作用 为啥这块不能踩的 因为这是人天葬的 人在这里天葬的 哦 哦 就那块不能踩是吧 对 还有 人在天葬时 就是那个 男性和女性有区别的 男从背后开始聊到的 女性从正面开始聊到的 然后放到这 每个部位打叉 为了 为什么要打叉呢 是这样的 一下来 突就直接抢 直接抢就行了 对吧 因为为了这个 嗯 每个部位打叉 不到五六分钟 突就一下来 只剩下一些股价 股价都那么放到 这两个台子上 用所有和赞巴 融合在一起 就突就 我在这块没有看到突就啊 这附近 这附近 现在没有 人进行天葬时 才会有突就 是突就他会自己就过来吗 不是 那么这个问题问的好啊 很多人不知道 突就是怎么赢过来的 对吧 突就是这样赢过来的 天葬时手里有个古灵吹的 古灵 那个叫 那个古灵是13岁的小孩 一个头 头 推过来 做出来的 然后吹这个 还有门口 还有个桑烟的 点桑烟 嗯 然后就突就都迎过来的 哦 就吸引过来了 嗯 对 大概是这样 现在这些就是也是给后人一些警醒吧 死亡之后大家都是一个样子 所以在你生活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活着 嗯 珍惜好自己的生命 嗯 人都一样嘛 对吧 活着在这期间 但是 无论你多有地位 多有钱 死都是不过如此 都一样的 啊 还是这个效果 都是在这面墙上面 对 啊 就是当地附近的人 就是如果说他们在去世之后 都会来这块 选成天葬 当地的附近都会来这边 嗯 当然 还有很远的很远的地方也会来的 就是 呃 死者 没死 追 追钱嘛 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 我要送到这边 不都不送 只能送这边 嗯 嗯 嗯 大部分都是附近的 对 附近的 附近的 哦 懂了懂了 这个石头 我看两个石头颜色也不一样呀 这应该是绑脖子的 绑脖子 绑脖子 继续绑脖子的腰带来 因为人的土骨 土骨被拿走的不好 因为为了这个 不让它土骨拿走 然后先绑脖子 然后进行 哦 是的 不然土骨也把那个土骨拿走了 都是这样留下去 有些家人不同意这个嘛 对吧 不留土骨 野心我们会长 哦 那个土骨大概来的话 那每次来到里来多少吃 六十到四十多 土骨都站在这个墙上 就这样拍着 哦 就在墙上站着 等着起只吃肉 哦 历史有两百多年了 这个已经 这个已经 两百多年了 那你一直咋又有只乌鸦 乌鸦 它就在家 好像在上面 乌鸦对于咱们这边的文化来说 没有不吉祥的意思是吧 没有这样的 哦 对于汉族来说一般是不吉祥的意思 对 我们这边没有这样 哦 明白了 乌鸦也不会吃人了 对 只会 土鸦会吃人 哦 是 它这个门为啥要挡住嘞 呃 就是这样啊 死者 有了死者才会开的 哦 平时它就挡着了 活人不能进这个门 活人不能从这个门进 对 不能从这个门进 哦 懂了懂了 没有死人就不能开 好 谢谢 没事 谢谢 我们走过的每一个平凡的日常 也许就是连续发生的奇迹 生命来于自然 最后回归自然 而那些努力过好自己每天生活的人 定能领略生命的真谛 我摸我摸一下 这个小鸦 可以摸一下 绝对没事 我摸一下 他不行 走吧 走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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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感谢 您讲解的太好了 太新一个 再说呢 为了你的安全 二来说呢 为死者一个安心 三来说是个流程 就是我们走完这个必须要转一下这个金筒 为他们祈福一下 嗯 对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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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过寺院内窟窿墙的故事后 我们来到了寺院旁的一座天梯 它被称为生命感悟天梯 这边就是生命感悟天梯 要爬吗 不是这个爬哈 您刚才说是不能休息 对不能休息 往前爬的话不能休息的 如果你要休息的话就是入地狱的一个说法 就入地狱的说法 嗯 不能休息 那下来的话怎么下 下来就直接下来就行 哦 可以上梦 上梦 好了 我们要开始上了 那这个台阶呢是不能休息的 如果休息的话就是入地狱的一个说法 但是现在海拔呢也是比较高的 但是为了有一个好的兆头 所以呢我们不休息 不停一直往上走 工程工作 当时教完这些文化呀 就是种地呀 风泛嘛对吧 对 就是教完之后 文章公主很累是吧 然后套上 就洗澡 洗澡的时候不小心他的汗 他在那儿诺家 还有宗旨叫诺家 刚好我们也是从西安来的嘛 文章公主也是西安 放西安 你可是 上梦 我这里有一个车道 对 在游览完这里之后 我们和这位小哥的关系 也变得熟悉了起来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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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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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帅 真的贼帅了 我不会啊 好难啊 太酷了 基本动作 5度之内都是我自己学的 自己在网上看视频学的 很多人在外面学都没你跳得好 太帅 我本来有个梦想 就是一直喜欢成为一个B-boy B-boy是 Dancer 对 后来没抽完一个舞台 你现在跳得也很好 还行 有一门才艺真的很棒 确实是才艺 大学毕业没跳舞一年多了 身体有点生疏了 已经很好了 一来说是听音乐 二来说就是 人人的风格不严 有些听音乐跟着听音乐节奏走 用肢体语言去表达 这个生活情绪很好 有一个小情趣 好 拜拜 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转完这一块的寺庙了 感触颇多 尤其是对这个小哥的印象特别深 我觉得 小哥刚刚跟我们讲他从小的梦想是什么 然后到现在 他虽然不能实现他的梦想 但是他还是依然从事了他喜欢的那一份工作 我觉得挺欣慰的 他刚才也给我们展示了一段街舞 太酷了 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想跳舞 很多男生内心都挺喜欢这个东西的 但是很少有人去追寻 他就是自己去网上查一些视频 全是自己觉得 真的是佩服他 佩服他 还有今天我们看达木斯的骨头墙 觉得内心其实冲击挺大的 对生命就是有了这种新的感悟吧 多做善事多积德这些 就是在你有限的时间里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好 然后给整个社会做更大的贡献吧 对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吧 对 因为大家走了之后 留下来只有这些 所以你只能把你的生活去过好 过好我们的每一天 我觉得这就是最重要的 对 所以总的来说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这边去参观一下 真的是很震撼 面心冲击很大 完全另外一种价值观和世界观 在你的脑海里面盘旋吧 好的 好的我们现在在达木斯的停车场准备前往那去 现在其实已经是晚上的9点05分了 但是天还是亮的 可能再有10分钟就暗了 也就是说我们一路向西 越往西这个天就暗的越晚 还有呢就是最近 越往西走就感觉嘴唇越干 如果大家干的时候可以试一下 吃一下维生素B2 抹一抹这个红霉素软膏 如果不严重的话就光抹红霉素眼膏 记得是眼膏 因为它比较干净 这个是我们分享给大家的一个经验吧 嗯 小窍门 到了晚上的时候 就到了晚饭时间 我们中午一人买了三个饼 今天晚上的晚饭很丰盛 不会再被饿着了 吃过晚饭后我们继续出发前往那去 而今天晚上我们准备搭帐篷休息了 还有一个卫生间 还有十三公里都拿去 太冷了呀 我们开始搭帐篷了 希望一会帐篷里面的温度会好一点 毕竟我们现在已经海拔四千五百米 晚上睡觉呢不知道还会不会缺氧 但我希望不缺氧 这是西安冬天的温度 好冷呀 刚才看车里边温度计显示是十度 外边的话就各位说 赶紧收拾吧 收拾就能进帐篷 暖和暖和了 太冷了 在休息一晚之后第二天 我们就要继续出发前往那去市区了 西部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